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说sum求和呀那些函数的名字呀之类的 管理表create table语句 那么就是这个这个语句是用来干什么的 create非常简单 英文直译就是创造 那么就是创造一个表 然后如果你想创造一个表你需要有什么呢 一是create table的权限二是一块储存区域 这个储存区域好说 然后什么叫做这个权限呢 就是说在circle的这个数据库里 我们也是有这个高下值分的 相当于我们如果一台PC的话 那么这个用户也是有高下值分的 拥有权限最高的用户叫administrator是管理员 那么底下可能会有访客用户 或者说只能看一些东西的用户对吧 同样这个用户的级别在这个circle数据库中是实用的 那么create table语句我们来直接看这个例子 你需要在create table后面写什么呢 写你的表名 然后column写你的列名 写你列的数据类型 然后一般我们数据类型会加括号 里面写上这个数据类型的这个长度 然后还有这个默认值default 或者说一些限制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默认值default 然后我们直接就看这个例子吧 这个default就是默认值 什么如果我们不给它值 它就会自动用默认值去填充这个表 我们create table创建了一个这个hierdata的table 然后我们创建了一列叫id 然后这个数据类型是number长度是8 然后在这个hierdata 然后这也是一个新列 然后它的数据类型是这个data日期型的 然后它的默认值是什么 默认值是sysdate 就是系统时间 或者说系统日期 然后也就是说我们会把系统日期 附给这个hierdata这一列 这也是一个 这两个例子实际上差不多 这个是创建多个列 可以看到这个创建列的时候 数据类型可以是number可以是watcher 然后可以是这个date 然后后面是括号里面跟的是这个数据的长度 然后当你这个 当你这个表创建完毕之后 它会给你返回一个table created 告诉你表已经创建完毕了 删除一个表 那么有来就有去 有创建就有删除 删除一个表的数据 这个语句是什么呢 droptable 然后直接加上表明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语句 但是这个语句是威力非常强的 为什么说它威力非常强呢 因为可以看这它不能回滚 也就是说删完了就都没有了 也没有回收站可以挽回找 这是需要记住的 然后其实上面这四点呢 我们直接总结上一句话就行 当你把这个表删除了 那么你对这个表的一切的操作 一切的限制都将没有 然后是对这个数据的一些约束 然后这个约束有什么呢 非空 not new primary key 主件 foreign key 外件 然后check这个检查 具体怎么用 直接来看一下这个约束 我们所谓约束呢 也就是给它一个角色吧 我认为是 比如说我们怎么定义列 为这个表的主件呢 我们直接写上列名 然后后边跟上primary key 就OK了 是不是很简单 然后当然我们还有这个另一种写法 primary key 后边跟一个括号 这也是可以的 然后not new 就是确保列中没有空值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力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写上一个列名 然后加后边加上not new 那么这一列所有的行必须是有数值的 如果你没有设置default默认值的话 然后同时如果你也没有输入值的话 那么你这个表是无法被创建 它会给你报错 所以这个not new 是一个非常 也是一个非常强力 也非常有用的一个约束 好 那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了 如果你想深入学习 推荐circle开发指南 我们再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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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 再做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